一缺发心跳,婴儿的心脏在怀孕的第五周开始跳动,但是在第十周或在妊娠早期结束时,使用多普勒测试检测更容易。 有时,无法检测到心跳,婴儿的位置或胎盘的位置,可能是真正的原因。 如果在下一次尝试中发生同样的情况,胎儿可能处于压力环境中,甚至更糟,他必定变得毫无生气。 而较小的体检指数,眼底高度只不过是子宫的测量值,它是从子宫顶部到齿骨。 当胎儿生长时子宫扩张,并且当在测量中,未观察到这种生长时,他可能表明胎儿已经在子宫中消失。 大多数情况下,进行后续测试以确认。 三亿骨儿诊断,如果宫内生长受限被检测为阳性,则意味着胎儿的生长,对于育龄是不充分的。 原因可能是胎盘问题,肾脏问题,甚至糖尿病。 无论情况如何,医生应该经常监测母亲,因为患有医院肚儿的婴儿出生时,可能会出现呼吸。 血糖和体温问题。 4. 降低HCG水平,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是体内的一种激素。 它负责在妊娠早期受精后滋养丸子,从而有助于发育。 HCG水平,在第八周至第十一周达的峰值。 并通过血液测试计算,流产和异味妊娠,是由于低水平的HCG可能发生的两个问题。 即低于5nmL,5怀孕时静卵太多,这可能发生在怀孕的任何阶段。 在怀孕初期,血液流向子宫会导致类似于月经期间的静卵。 这是正常的,如果这种情况持续较长时间,只有一次出现静卵并伴有出血,则必须检查病情。 如果在妊娠中期或妊娠中期发生同样的情况,则表明早产。 在怀孕期间出现,在怀孕期间,阴道出血绝对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即使是小斑点也必须报告,这样才能确保宝宝安全。 在某些情况下,阴道出血可能是由于流产,荷尔蒙出血或植入性出血造成的。 这也可能是由于胎盘出现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婴儿会更早的分娩。 今怀孕期间的严重被痛,怀孕时背部疼痛很常见。 这是因为随着婴儿的不断增长,身体会承受超重的体重。 这会给脊柱。 特别是小背部带来压力。 如果疼痛不会长时间消失,而且非常持久,那就是一个警告信号。 这可能是由于肾脏或膀胱感染。 早产,甚至是流产。 把阴道分泌物,这对于女性来说很常见,并且只会随着怀孕的进展而增加。 阴道分泌物通常是透明、透明和无色的。 如果发现异常放电伴有强烈的气味、血液或疼痛,必须咨询医生。 这可能是宫颈炎症的情况。 宫颈早期开放表明流产。 9. 异常超生 可以借助于超生来计算生长胎儿的各种参数。 无论是大小、重量、运动、血流、心跳、甚至是养水的量。 恋和阻碍因而发育的问题都可以由医生在超生波中发现。 但是,这些超生检查必须与其他检查结合使用,才能获得更高的准确性。 实际时在全身怀孕后,进行阴性认身试验。 家庭认身试验现在变得越来越普遍。 女性在错过了一段时间后,检查她们是否怀孕。 但是,在去看医生后总是要求确认,即使一切顺利,也可能出现母亲感觉自己不再怀孕的情况。 如果第二次以家庭为基础的测试结果为阴性,则必急于医生预约对于检查婴儿的状况至关重要。 十一,没有胎儿运动,婴儿的运动在十八周左右就会感觉到,当她是二十四岁时,她会变得更强壮。 当婴儿踢腿时,母亲会喜欢她。 但如果她她没有移动,一会儿怎么办? 据说,母亲应该在两小时内体验十四踢腿,这表明胎儿健康,如果运动较小,则需要进行检查。 她可能反映了胎儿的痛苦。 十二,过早缺乏孕兔,孕兔和怀孕是其头并健的。 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孕兔持续到孕早期结束,但是有一些幸运者早些时候从中解脱了,没有任何胎儿问题。 然而,在其他一些人中,突然缺乏孕兔可能是由于HCG水平低,表明流产。 最好,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十三发热,怀孕期间的发烧,不应该放在较轻的情况下,这有时会阻碍细菌或病毒感染的婴儿的生长。 母亲必须确保胎儿在发烧期间是安全的,并采取适当措施,根除,胎儿不影响她和宝宝的健康。 对于一些人来说,发烧可能是流产的信号,因此,在这种状态下, 最好询问医生的意见。 十四,减少乳房大小,一个女人的整个身体从怀孕开始就经历了转变。 由于荷尔蒙的变化,乳房开始变得非常敏感。 她们也开始感觉更重,更饱满,并且随着月份的流逝而增加。 如果身体不再支持不断增长的胎儿,可能会出现乳房大小突然减小的情况。 当怀孕停止时,荷尔蒙回到原来的自我,导致乳房大小减少。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闻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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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